这场西班牙国家得比 可谓是戏剧性十足 比赛第九分钟 巴萨便在前场出现了一次巨大巨大的失误 苏神在禁区内面对空门机会直接将球踢次 随后 巴萨通过中场的逼抢再次迎来进攻机会 踢球来到前场之后形成了三打三的局面 拉莫斯随即直接将梅西绊倒在禁区线附近 不过身旁的主裁判却没有做出任何的表示 两分钟之后 苏亚雷斯在争抢中有一个手上动作 而佩佩随即的倒地姿态稍微有些发展 最后 主裁判通过出示黄牌才将事端平息 比赛第28分钟 黄马沿右侧展开快速反击 贝尔稍作观察向内侧带球组织进攻 随即面对对方的上抢将球捅给了左侧的西罗 最后 主裁判在犹豫之后还是吹罚了犯规并出示了黄牌警告 西罗随后完成的直接任意球抛出衡量之后 导波竟然把镜头给到了皮克皮看穿 随后 伊涅斯卡通过熟练的小碎步 网倒了卡赛米罗 内马尔随即送出的转移也是展现了开过的示威 最后 巴西老乡跟进完成的大力抽射可谓是次大力车 上半场临近尾声 黄马通过接连的船中在点球点附近获了机会 然而本泽马最后完成的侧身抽射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下半场一边在战 拉莫斯在防守中将苏亚雷斯半挡在地 巴萨率先迎来了任意球机会 不过 梅西完成的这脚直接攻门同样没有提出质量 随后 巴萨三叉戟连内上衡了一次精彩进步 内马尔面对家防将球摘出之后 梅西顺势在中路与苏亚雷斯形成了简单的串联 只可惜最后完成的挑射被门将拉瓦斯审有化解 比赛第55分钟 巴萨在九弓之下打破了比赛的将军 皮克接应脚球船中完成了投球破门 由于上一次交手巴萨以4比0的比分获胜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黄马翻盘几乎无了 然而几分钟之后 莫德里奇利用接连的两次撞墙配合将球发展之左侧 马赛洛顺势向中路带球策动球队的攻势 阿宽在右侧的处理被干扰之后 刚好越过了皮克的头顶 最后门前的本泽马用一记精彩的侧钩收获了进球 就在其他黄马队员准备庆祝的时候 C罗却抱起皮球跑回中线为球队争取时间 此时的黄马士气大振 几分钟之后 球队通过反击将球攻到了前场中路 贝尔与本泽马利用简单的传递获得了起脚的空间 不过最后的临门一脚稍现活动 比赛第79分钟 梅西在中场送出了一脚几乎完美的长船 苏神甚至完成的抽射同样也是八九不离世 转瞬之间 马赛洛沿左侧带球组织进步 C罗在获得球权之后 直接将球传中至远端 这次是贝尔利亚阿尔巴完成了投球功能 当黄马队员准备大肆祝的时候 主裁判却吹罚了贝尔的进攻犯规 这次的判法也是让很多球迷感到愤怒 随后 黄马再次通过反击在前场形成了攻势 马赛洛将球回座之后 C罗调整之后的平抽击中了横梁上野 半分钟之后 阿尔巴在后场的失误 险些酿成了大错 好在门将或拉沃通过出击 干扰了贝尔最后以下的处理 比赛第82分钟 拉莫斯从侧后方将苏亚雷斯缠倒在地 随即被主裁判出示了第二张黄牌 梅西直接将球挑向近距 苏亚雷斯尝试踢出一脚反弹球攻击 不过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 如此艰难的局面反而激发了C罗的斗争 比赛第84分钟 大胜起右脚送出的船中来到后点之后 C罗这次没有选择起跳 而是直接通过停球之后的射门 动穿了布拉沃的食指关 这场比赛是齐达内上任之后的首场国家组 皇马全队面对困境最终上衙了经典的力章 而这场比赛的胜利 同时也为本赛季的欧冠问顶 起到了提升士气的作用